乌克兰的胜利计划 一场豪赌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提出的胜利计划 这个计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究竟这个计划包含什么内容 它真的能为乌克兰带来胜利吗 一 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 五大要点 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泽连斯基一直积极争取国际支持 并多次提出结束战争的条件 最近 他向乌克兰国会提交了一份名为胜利计划的方案 旨在通过加强乌克兰的军事和外交力量 迫使俄罗斯谈判并结束战争 泽连斯基表示 该计划有可能在明年结束战争 这个计划包含五个关键要素 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是乌克兰长期以来的目标 也是泽连斯基认为确保乌克兰安全的关键 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力量 这包括获得盟国允许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以及继续在俄罗斯境内进行军事行动 以避免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缓冲区 通过部署在乌克兰领土上的非核战略威慑力量来遏制俄罗斯 美国和欧盟联合保护 各方不同的反应 乌克兰民众在吉府接受BBC采访的居民大多支持该计划 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领土 并希望乌克兰仍然有机会加入北约 并从盟国获得更多支持 美国据报道 该计划已于9月提交给美国总统拜登 副总统哈里斯和前总统特朗普 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主要盟国也已获悉该计划 然而 华尔街日报 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 拜登政府担心该计划缺乏全面的战略 只不过是对更多武器和解除使用远程导弹限制的重新包装 分析人士还认为 白宫给予表明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他希望避免与俄罗斯进一步升级 北约 北约新任秘书长呂特形容泽连斯基的计划是基辅发出的强烈信号 但他补充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这里可以说我支持整个计划 这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更好的理解 呂特还表示 我绝对相信 乌克兰将来会加入我们 北约 俄罗斯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基辅需要清醒过来 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乌克兰 意识到其所奉行政策的徒劳 三 计划的可行性与挑战 一场豪赌 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是否真的能为乌克兰带来胜利 他面临着哪些挑战 一 盟国的支持至关重要 乌克兰的军事力量非常依赖西方援助 因此胜利计划需要得到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支持才能实施 然而 盟国是否愿意冒着与俄罗斯进一步冲突的风险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和支持 仍是一个未知数 泽连斯基的人民公普党成员梅列日科淡化了人们对特朗普或圣江对战争意味着什么的担忧 他告诉BBC 无论谁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他或他都将不得不遵循美国的利益 而支持乌克兰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二 乌克兰国内压力 随着战争的持续 乌克兰国内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 有争议的动员法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无休止攻击 都使得乌克兰的民心士气逐渐下降 越来越多人认为 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涉及乌克兰一个让领土来换取安全保障 然而 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并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 他反而加倍强调要迫使俄罗斯谈判 并且不割让乌克兰的领土 三 俄罗斯的态度 俄罗斯以明确表示拒绝泽连斯基的计划 并认为基辅需要清醒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 要迫使俄罗斯谈判并接受乌克兰的调查